永 capturu 倪李 很開心去年九月在信義區街頭遇見了你 看見了一位熱愛唱歌熱愛追夢的女孩 很真摯的在唱著每一首歌 讓我很想支持那麼努力的你 雖然不是每場演出都有參與到 总觉得在这三个多月的时光 好像过了很久的感觉 真正认识私下的你 让我很心疼你的病情 心疼你的一切 或许没办法长时间的陪伴你 也还是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忙碌 有时候也要想想我们的工作群的大将 或是很支持你的粉丝群 可以想象我们就是在你的身边 你其实不是一个人的 你一定能挺过难关的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但有时也要量力而为 别把自己给搞垮了 还有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不善于表达的直男 为什么都好像 但对于我每一句的关心问候 是非常爱你 才会这么说的 你一定要先爱你自己才会有更多人爱你哦 希望你的未来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 要试着去控制自己的生活作息 才能有效改善睡眠品质 未来的我们都会变得更好 只要你我肯去改变现况就一定可以的 拜 好感动哦 很感动耶 我真的在哭耶 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哦 这个一下 我感到超感动的 哦 我没有想到 其实身份上对我很多 很多人其实都是像XX一样对我很好 然后XX是真的一个很单纯的人 然后我们阿静也是 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轮流24小时当我的看护 我承认我的忧郁症或者是有的时候那个轻躁症 就是轻微的遭遇症很严重 但就是 我是一个很需要有温度的人 就是让我感到有温度的人XX是一个 然后我的团队也是 就是我常常一个人在办业的时候 可是我可能看到酸民的留言 我就会很生气 生气要暴怒或者是 加上我现在是当自己的老板 然后我要关我的员工 有时候我有的员工出错了 出了很大的trouble 我还是会很生气 但是你们都还是愿意 就是在我暴躁的时候 暴笼着我 体谅着我 然后 然后都要陪我走出了 我甚至电话都不接哦 一通电话都不接 因为我生气的时候 我不想要接任何人的电话 我不想讲话 就是那个伪劲的 我立刻死后 对 我立刻 手机 手机拿出来吧 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私吼 我立刻要 我立刻要 那个 那个我的小编自己上一下 我立刻私吼 我现在就要生气 我立刻私吼 对 好 然后总之 我很感谢我的团队 还有 以前 从 从我 从我 从我刚出道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 什么 出道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从2018年 我10月的时候开始当上直播主 还有2018年的6、7月 6到8月那个时候 考上街头艺人 就是从那个时候是我的人生的转捩点 慢慢的 到了今天是2023年的 1月过年 今天是机会底下我看一下 1月24 1月24 1月24号 礼拜二 昨天是阿金的生意 1月23对吧 对 对啊 哇 这样是几年了 2018年的10月到2019 2020 2021 2023 4年 4年多了耶 就其实我这4年多改变的蛮大的 啊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哎 我怎么变得那么势利啊 会变得这么 哎 忘记初衷是什么了 但我的初衷就是这样啊 我的初衷就是要变成 我想要 我想要的蔡依林等级 我想要的周杰伦等级 我想要的邓子齐等级 怎么了吗 我只是转变 这阵子转变的太快而已 我 我不求每个人 就是理解跟原谅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我 至少对我自己问心无愧 我问心无愧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 虽然这条路很困难 有人说当艺人就是要异于常人 但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我愿意一辈子做到底 也希望你们可以 这辈子或者是未来的每个辈子 我都是当我的粉丝 哈哈哈好不好 对 然后抖内我不然 不然我会睡在外面 然后现在外面风这么大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不无趣 怎么还没回 我可能就睡在那个 那个外面的操场 你知道吗 对 没有你们的姿势 对这操场啊 对这操场 对这操场 对啊 对啊 哈哈哈 对 好啦希望新的一年 我的订阅数可以破百万 甚至五百万千万 就跟邓子齐 就跟邓子齐的那首歌 天空没有极限 我的粉丝人数也没有极限 对还有我希望我的FB 就是今天的目标都是 把所有的各大平台的那个顺利 FB IG YouTube Tiktok 小小小小红书 还有Bilibili 微波还没办 但但还加油继续加油 因为那个微波有点烦 对 哎 微波会被大陆风沙 不会啦 不是 微波比较难升办 对 对比较难升办 一点点 所以呢 就是 我希望我的各大平台 至少都要破十万以上 当然是 定在一百万啦 但是我相信 前面 就是一镜头前的很多人 在觉得在看我笑话 但是你们要相信我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只要我还活着 只要我还活着 或者是我在任何的平行宇宙活着 我一定都是这么的努力 谢谢大家 哎哎 等一下 还没 谢谢大家 视频就到这里哦 掰